哎,行了,行了,姐,你别送了 弟弟,你到外面一定要照顾自己身体啊 外面不如家里面,没人会惯着你呢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弟弟,你看,车站还这么远呢 要不姐再送你一程吧 嗯,姐,你就别送了 我那朋友都在车站呢 他们呀,看见你穿成这样 肯定会说我想话,我先丢人 弟弟,不让姐送也行 你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行,姐,我知道了 哎,对了,姐,你这以后每个月给我打两千块钱 嗯,这个月呢,你给我打八千就行了 因为我这还要买个电脑的,五千块钱 嗯,行,弟弟,你放心嘛 你去了以后,姐打到你卡上,八千是吧,行 那以后别忘了我打钱啊 行 我先走了 你慢点啊,弟弟 弟弟需要这么多钱 看来一份工作肯定不行 我得多去打几份工 我弟弟也不知道在外面过得怎么样 每个月我要给他打着钱呢 现在啊,他也不过联系了 给我弟弟打个电话吧 怎么没人接啊 这四年啊,我弟弟都没回家 也不往家里边打电话 不行,等到改天啊,我得赶紧去找我他去 进来 小宝你来了 嗯,总经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现在还叫着我总经理呢 哦,妈 我知道你给厨师的婚事已经定了 我跟你说 我就这一个婚礼 这婚礼啊 你一定才给我办得风风风风风风的 可不能给我丢脸 你放心妈,我肯定办得配合人们的 我知道你一个姐姐,你也必须瞒我 婚礼那天,该请的人请 不该请的,你知道怎么做吧 我知道妈,你放心 我现在手机后都换了 他们都严议不到我 我肯定会请协那些少留社会的人 毕竟我是这公司的高管 你不能给我丢人 还有,你入住到我们家 以后要对我归你好点 还有,留了孩子 这孩子的姓,你知道该姓谁的吧 以后肯定随你们的姓 那行 以后好好干 这位置将来就是你的 行妈,我肯定会好好工作的 行,下去准备吧 那行,那没事妈 我就先走了 应该就是这个地方了吗 这看起来还是个高档小区嘛 我弟弟在这里生活 一定挺舒服的吧 不是委屈就行 谁啊 弟弟 弟弟 姐 你说我姐 我什么时候有姐了 弟弟 你怎么这样给姐说话 姐就是过来看看你 你这四年没回家了 也不给姐打电话 姐前的人也给你打电话 你也不接 姐就是过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我告诉你 我没有姐 还有啊 你赶紧给我走 弟弟 你出来几年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呀 告诉你啊 我现在 马上就要和理事计算 总经历的闺女要结婚了 现在赶紧给我走 弟弟 你这意思是觉得 姐是乡下的 给你丢人了 对 说的没错 你现在赶紧给我走 听见没有 弟弟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 你跟谁结婚 那你的事 但是你怎么能嫌弃姐呢 弟弟 以前你上大学的时候 你都忘了吗 姐 一天打了好几份工 给你挣钱 让你上大学 小的时候 咱爸妈走得走 姐把好吃的好喝的 全都留给了你 你都忘了吗 姐这么疼你 姐这次来看看你 没想到 你不仅不认我 你还这样嫌弃姐 弟弟 你这样未免也太让姐上心了吗 行了 别说了 这样吧 你之前不是给我过钱吗 这些钱呢 我以后会加倍还给你的 行 弟弟 不 从现在开始 你不是我弟弟了 既然你这么狠心 以后咱俩就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走吧 我走之前 给你看一样东西 带您翻译协议说 你看一下吧 看完以后 签了吧 行 不用看了 你确定你不看一下 就直接签了吗 这么好的事 看什么看 好 签好了 给你 现在跟什么事了吧 给你滚 行 你不看是吧 既然你不想看 那我就给你读 断年关系协议书 截日起 李小宝 管理小小 没有任何关系 签字 李小宝 李是集团董事长 李小小 李是集团董事长 姐 你是 李是集团董事长 现在啊 我读完协议书以后 你知道我是你姐了 现在啊 我们两个 没有半毛钱关系 以后 你是你 我是我 我总算看清楚 你是什么样的人了 你真正道别了 姐这几多年 对你都哭哭在呗 原来呢 今天 我还打呢 给你另外一样东西呢 关于我个人签展 转移书 目前 我觉得 完全也没有这个必要了 这个签 我看 你也轮不到了 姐 我知道错了 要不 你把这个刑意书给我吧 那个签点 不算不刑不娘 嫌疑书给你 我要是不说 我是李氏集团的董事长 你是不是 刚才就把我给赶走了 姐 你误会了 姐 不要再说了 以后 我不是你姐 你也不是我弟姐 以后咱们两个 没有更多血缘关系 你剩几年 是在探户 他让我说了 姐 我知道了 唉 想想以前 我们要对姐 真是不应该了 我姐对我这么好 没想到 现在 有钱了 开始先请我姐了 我真不认人 姐 我真的错了 姐 我真的不认人 我真的选择了 你也不认人